看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的YouTube 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才可以走得更远 很开心,今天是人生第一个超级的奖项 也很开心,今晚看了一场很精彩的演出 我觉得是很享受的,也很inspiring 我觉得原来现在的外媒,譬如我自己一直都很喜欢Hip Hop和R&B 终于有一种成为比较主流的音乐的感觉 所以我也觉得为我自己未来做一些新的不同的音乐都打了一枝强心心 其实是一直都抱着一个观望的状态 因为不知道政府的防疫规例会是怎样的 因为现在五成多的观众是令到我们本身那八场是会… 如果我们要接待那么多的观众,我们要变成十一场 但是我都觉得是很开心的,因为真的没什么观众退飞 所以我都很感恩这件事,所以… 没什么观众退飞,所以我都很感恩 我觉得这个演唱会只要大家在一个安全和符合政府的防疫政策的情况下 我都很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它 但是突然间加多8年了,那之前没有重新的嘉宾 会不会突然间又不重新找到很多嘉宾 嘉宾是…都有 list 的 就是自己心里面都有些打算 但是因为不是我一个人重新移动 就是整个行业都重新启动 所以大家又很忙 反而都担心本身上一 round答应了我嘉宾 今一 round可能未必来得到 但是…尽我最大的努力,我们正在努力 你会不会再加场,还是不会再加场 不会吧,整个月啊 其实演唱会可以加场是很感恩,很开心的事 但是我觉得…以自己一个最好的状态 那我上次唱了10场 那10场的状态是…很好的 我觉得是我有时以来做过…我觉得自己最 stable 的一个演唱 那所以…今次都是…抱着一个谦卑感恩的心情 做好这16场先 他已经做好… 10场… 你今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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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自己会不会一定失落的 人家不是英粉照片的 其实不是失落的,我觉得 就是… 正如我今年1月1日在台上我也说了 今年我是以… 我觉得自己要以一个新人的姿态 因为很多新的音乐单位 还有他们的表演啊 他们的想法啊 创意 其实是… 我觉得是超越我们这一代的 就是…至少超越了我算了 那…所以我觉得… 从头开始啊 就是… 所以… 如果作为一个今年的新人 我今天已经… 有得上台拿一首歌 我已经觉得好… 很感恩的 那… 那…和… 都很开心见到… 一个… 我觉得… Chill Club 的班张力 都… 挺不同的传统 譬如说 他们真的将组合 和 band 队分开 我觉得这个是很专业的 我最喜欢是MC SOHO他们和MIRROR的表现 我觉得简直是… 是… 是厉害的 就是… 那种的… 两种新的不同的影响力 撞在一起的冲击力 就算我自己作为网民的一份子 作为观众的一份子 我都很热血肺炎 也有惨 是… 但我就是讨论他 他整个大的 我特别抗争的 他有那么小问题 我有一些小问题 看起来 我讨论的 好 你不论 有蜂青 甚至说 我都不听众战